美股不缺新鲜事 大家好,我是美头军的学姐 欢迎来到美头看新闻 今天是2021年11月19日星期五 美头军和学姐为大家设言出了下面这两件 最值得我们投资者关注的市场大事 第一条新闻 欧洲再次成为疫情中心 美股喜忧参半 第二条新闻是关于阿里巴巴发布的最新财报 我会在那里和大家详细说一说 我们认为阿里是否还值得投资 以及我们做出判断的依据 你在此之前 让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市场回顾 今日三大股指涨跌不一 其中道琼斯指数下跌了269点 跌幅为0.75%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64点 涨幅为0.4% 标普500下跌了7点 跌幅为0.14% 从各个板块上看 今日只有三个板块上涨 其中科技板块领涨 涨幅为0.77% 其次是公共事业和非消费者必需品板块 涨幅分别为0.58%和0.34% 在下跌板块中 能源板块领跌 其次是金融和医疗健康板块 跌幅分别为1.11%和0.65% 新闻一 欧洲再次成为疫情中心 每股喜忧参半 自从上次辉瑞表示 公司已经研发出了 90%有效性的新冠口服药后 大家对疫情的关注度 就稍微有所减少 但是 最近欧洲新冠病例急升 和今日奥地利封城的决定 又在提醒着各位投资者 抗疫战争还会取得胜利 而它给股市和经济带来的影响 也远未结束 根据路透社统计 最近全球平均7天感染人数 和最新死亡病例的一半以上 都来自欧洲 是自去年4月 意大利首次出现 疫情高峰以来的最高水平 以感染情况来看 新冠病毒不仅在一些 疫苗接种率较低的东欧国家肆虐 还在一些疫苗接种率最高的 西欧国家迅速蔓延 因此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这再次提醒了人们 疫苗不能取代其他预防措施的现实 虽然疫苗降低了住院 重症和死亡的危险 但是还不足以完全防止病毒的传播 那为了抵抗疫情 德国政府已经开始禁止 无疫苗人员进出部分场所 荷兰政府也开始实施 部分地区的封城策略 而奥地利则于今日正式重启了 第四次的全国封城行动 这也是自秋季以来 第一个实施了如此强硬管理政策的西欧国家 疫情的消息除了影响了国家政策的决议外 也似乎让股市再次回到了之前的格局 具体而言 一边是经济复苏股再次感受到了压力 比如航空股ETFJETS在本周下跌了6.48% 而旅游股Airbnb Bookings 在今日也分别下跌了3.87%和1.51% 而另一边是疫情红利股的再次抬头 比如疫苗股Moderna在FDA宣布 同意让所有美国成年公民 打第三针疫苗后大涨了4.92% 面对这样的行情变化 机构Bard的投资策略师 Rose Mayfield却没有表现出任何担忧 她认为市场现在的反应 并没有把新冠疫苗和口服药的最新进展考虑在内 当市场平静后 就应该能够回归理性 同时她也指出 随着一轮又一轮的疫情来袭 人们也更加了解了病毒本身 以及明白了该如何更好的和病毒共存 因此她预测疫情消息对市场的影响程度 也会在将来慢慢减弱 我们认为作为投资者 虽然疫情已经来了又去 但是咱们还是得持续关注一些 疫情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和机遇 首先我不认为此轮疫情 会对我们的投资逻辑造成质的改变 经济复苏股相对于疫情受益股而言 确实会出现短暂的疲软 但是长期经济复苏周期下的大趋势 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我们不建议投资者 针对此次的疫情做出太大的投资调整 这次疫情的影响在我看来 主要还是在于对于供应链的影响 现在供应链短缺已经成为了全球最为极者的问题 而各国都在积极寻求解决的方案 这是因为供应链短缺已经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这对于经济和股市而言都是一大潜在风险 而此轮疫情如果加剧 这种负面影响还会加深 所以我认为关注疫情不如关注美国通胀数据 这对于未来股市的走势会有决定性的影响 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疫情波及到美国后 美联储会维持更加宽松的货币环境的可能性 所以现在投资者最好保持观望 持续投资以避免踏空 新闻二 阿里发布第三季度财报 电商王座不稳 寻求谋生之落 昨日中国电商龙头阿里巴巴发布了其第三季度 也就是阿里公司财年第二季度的财报 结果不仅财报的数据 让市场大失所望 其中暴露的问题更是让投资者担心 财报后 股价在这两天就连续下跌 跌幅超过了10% 很明显 阿里所面对的问题 已经不仅仅是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监管风险那么简单了 下面 我们就来仔细解读一下阿里的这份财报 和其中传达的重要信息 第三季度 阿里的总营收为311亿美元 同比增加了29% 低于分析师预期的321亿美元 调整后的美股盈利为1.74美元 也低于分析师预期的1.86美元美股 除了当季表现低迷外 公司还下调了2022财年的全年营收预期 在今年5月财报会议上 公司原本预计 新财年的总营收能达到约1460亿美元 约等同于30%的年增长率 但是在最新的财报会议上 公司预期全年总营收增长率 仅为20%到23% 那本次的指引很可能会是阿里 自2014年上市以来最低的营收增速了 整体而言 我们总结了阿里财报中 投入出的三个 咱们投资者必须关注的大趋势 那第一个是阿里的核心业务 也就是他的电商业务 很可能面临着发展动力缺失的情况 从公司的零售业务板块数据上看 在派出收购高薪零售所带来的影响后 阿里在中国的电商收入 同比增长仅为14% 远低于去年同期26%的增速 其中占比重高的客户管理业务 也就是阿里从淘宝 天猫 陶特等平台收到的广告和佣金业务的增速 更是仅为3% 着实让投资者担忧 对此 阿里在季报中表示 这是受到了中国整体零售业业务增长放缓 和竞争者增多的影响 阿里的发言人表示 因为阿里是一家全体量的电商公司 所以它受到中国宏观环境变化的影响也最大 而且公司还在本季度 加大了商业扶持方面的支出 这也给阿里电商业务的盈利能力造成了负面影响 不过阿里认为 如果未来中国的消费增长能够复苏的话 届时客户管理业务的增速也就能随之恢复 但是 阿里也表示 复苏很可能会在几个季度后才开始 第二个需要关注的趋势是 阿里目前的公司策略重点 会是继续偏向以投资换增长空间 而非获取更多的盈利 阿里本季度调整后的EBDA为280亿人民币 不仅没有增加 反而同比还下降了32% 那这里面的主要原因 除了刚才提到的商家扶持的花费之外 还有公司加大了对关键策略领域的投资 这其中就包括 阿里为了抢夺下沉市场 而推出的低价网购平台 陶特 还有推进线上线下结合的本土化社区型市场 陶菜彩 以及发展东南亚电商市场 Lazada等 公司表示 若是不考虑这方面的投入影响 公司商业业务的盈利能力 应该还是能和去年保持持平 但是 即使这些投资会拉低利润率 阿里还是表示 肯定会继续投资 以捕捉到更长期的发展机会 第三个需要注意的趋势是 阿里现在最大增长点 云业务的发展依然健康 那首先是财务数据上面 上季度 阿里云业务收入为2.07亿人民币 同比增速33% 以微弱的优势 击败了分析师预期的190.86亿人民币 并且 这也是阿里云在第四个季度 连续实现了调整后的Abit的盈利 其次是消息面上 阿里在上季度推出了采用5纳米记忆 基于最新ARM V9架构的自研自用 CPU芯片以天710 阿里表示 该芯片的性能超过业界标杆20% 能效比提升超过50% 这个芯片将会进一步帮助解决云计算的带宽瓶颈 满足客户多样性的计算需求 同时 阿里还准备在未来投入20亿元 来推动以阿里云 龙锡操作系统为核心的生态建设 这些都表明了公司发展云业务的决心和行动力 目前 阿里云的总营收占企业总营收的10% 综合以上三点 我认为和之前一直稳坐亡坐 安心收租过日子不同 阿里目前所面对的商业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 特别是在之前的增长引擎之一 蚂蚁金服夭折之后 阿里正在积极求变 而目前正是阿里进化中的阵痛阶段 阿里之前劳不可破的电商亡国的壁垒 正在被其竞争对手 京东 拼多多 甚至是快手和抖音加速瓦解 这不仅影响到了公司的发展方向 影响到了公司股价立足的基础 唯一让人欣慰的是 瘸了一条蚂蚁金服腿的阿里 还有另一条腿阿里云的苦苦支撑 虽然之前因为不得已的原因 损失了字节跳动这个大客户的海外业务 但是总体看来 阿里云的发展还是按部就班 已久有可能在亚洲形成垄断优势 但是这块大饼何时能够变现 现在还不好说 最后 不用我说相信大家也知道 监管风险仍然是悬在阿里头顶上的一把重剑 这把剑挪不开 阿里的股价也很难有其色 总体看来 学姐认为 即使不考虑监管风险 阿里近期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它的基本面受损严重 股价在短期内也很难找到上涨的催化剂 想要恢复遥遥无期 我也不会在近期选择投资阿里 不过 这并不意味着阿里没有长期发展的潜力 毕竟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阿里即便是遵循当前20%的增速 也要强过市面上大部分的成长股 而且她的PE仅有不到20 还不如麦当劳贵 因此 我会持续关注这家公司的动向 如果有任何更新 也会及时跟大家沟通 最后 按照周五的惯例 学姐给大家做一个一周总结 本周三大股指有涨有跌 那只是唯一下跌的股指 跌幅为1.38% 标普500和倒置上涨 涨幅分别为0.32%和1.24% 从板块上看 本周只有四个板块上涨 在上涨板块中 在Amazon、Tesla和不少优秀零售业财报的带动下 非消费者必须凭板块表现最好 涨幅为3.81% 其次是科技和公共事业板块 涨幅分别为2.37%和0.92% 在下跌板块中 受到政府压力和疫情的影响 油价下跌带动能源板块零跌 跌幅为5.22% 其次是金融和材料板块 跌幅分别为2.82%和2% 债券方面 时间期利率稍有回落 下降了四个基点 收于1.54% 那美联储方面 市场还在等待白宫宣布下一任美联主席的提名 拜登政府的一名官员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还在权衡提名鲍威尔连任 还是提拔美联储理事Brenard 目前 市场的预期是鲍威尔的胜算可能大一些 不过 到底谁会得到这个提名 谜底可能很快就会在下周感恩节之前揭晓 美国政府政策方面 今日中医院通过了1.75万亿的Build Back Better的社会支出计划 不过这里能得到参议院的投票还有不少时日 另外 本周中美两方的会议并没有在市场中掀起波澜 这主要是因为双方并没有在合作方面取得任何突破 最后 虽然财报季已经接近尾声 但是学姐想提醒大家 不要忘记关注下周的几个重要财报 那值得关注的公司包括 周一盘后的Zoom 周二盘前的Best Buy DollarTree 小鹏汽车 周二盘后的Del HB Autodesk 和周五盘前的拼多多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各位看关键的我做得还不错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再走 持续叔叔不易 学姐需要你们的支持 谢谢各位 祝大家周末愉快 咱们下周见 如果你喜欢美头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和转发哦 谢谢大家